你的利益着想时 会感到不安与痛苦 但当我们愿为一切众生的利益 安乐着想时 反而会感到无比的安定与快乐 每一个众生都是我们生存的祖缘 没有了众生就等于没有了世界 没有了世界哪里还会有我的存在呢 所以所谓的快乐并不是自私的快乐 当众生快乐 我们也才有快乐可言 当我们伤害他人的时候 就是在伤害自己 我们现在所处的五着恶事 几乎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 我们必须停止这样的痛苦 使得将心安住在佛国世界中 经常思维净土的殊胜 一念诸佛的圣德 我们的心就能活在净土当中 人们内心的痛苦与饥渴 都是因为不断刺激欲望 都是因为不断地刺激欲望 欲求不满 佛陀开示我们 真正的自在 欲快乐 并不是来自于欲望上的满足 而是来自于欲望上的断除 包容是支持我们 生活快乐的元素 透过不断地包容 我们的心量将能渐渐扩大 直至包容一切 欢喜一切 让包容成为我们快乐的动力 当我们能接受一切顺逆之进时 当我们能接受一切顺逆之进时 我们也就能轻松解决一切烦恼与不顺 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 快乐不只是单纯地来自于外在 外在的因缘 只不过是喜乐升起的助缘 真正喜乐的主因 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态 感谢观看 不懂得向内探求 寻找安乐 终究只是枉然 纵身没有自我 有的只是业力与因果 若我们需求平安 若我们需求平安 快乐 就应该让自己朝向光明与善良发展 种下善良的种子 我们将能尝到安乐的果实 让自己充满着正面力量 我们也才能够一番丰盛地到达幸福的彼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的当价 生儿育女 是身为女性的天职 对于小玉 我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 除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 就连奶水也没办法亲自为她 我常在想 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每天辛勤地工作 相信有一天能见到她 我一直疑惑着 罗罗产奶的姐妹逐渐离去 是不是都和四季的女儿见面了呢 这天 我被扣上了项圈 带住了阳圈 大师傅带我穿越了许多尸骨 这些尸骨在我眼中似曾相似 我觉得十分害怕 脚步停了下来 眼睛的小声音 使我雀跃 原来天人之类 是这么简单 这么的幸福 这些尸骨在我眼中似的小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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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供养就有很大的福报 有一个故事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天 有一个大转轮圣王 不是光管地球 管了地球是其中之一而已 他是四大步骤的 金转轮圣王 然后呢 他来到佛陀面前放光了 然后等他离拜完佛陀 听闻佛法以后 离开了 旁边的弟子就问佛啊 佛啊 这位转轮圣王 居然管了整个世界 他上辈子做了什么功德啊 佛陀说 他不但管这个世界 天道也是他管的 玉皇大帝都听他的 大家更诧异了 为什么呢 他造什么功德呢 佛陀就说了 在过去加塞佛的时候 那很多人看到佛陀出来 加塞佛陀出来 大家就抢的供养 当然国王啊 有钱人啊 一定在前面了 然后呢 有一个贫穷人 乞丐 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看到加塞佛陀 哎呀 内心起的欢喜心 恭敬心啊 他也很想供养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 而且根本过不去 但是呢 他决心要供养 所以呢 当佛陀走过来 大家都涌过去 在供养 跪的时候 他就跪在后面 跪得很虔诚 然后佛陀经过的时候啊 他口袋只有几颗豆子 因为他是个乞丐嘛 只拿到了几颗豆子 然后呢 他就把豆子远远地洒出去 佛陀啊 接受我供养啊 愿我生生世世脱离贫穷啊 脱离贫贱啊 然后就把他撒出去了 一撒出去 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啊 用他的神通 四颗豆子就掉在他脖里面 四颗 那其中有一颗 就掉在佛陀的头上 佛陀还用神通把它接起来 让它不掉下来 然后佛陀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大转轮圣王啊 四颗豆子掉在佛陀的脖里面 所以做了四大步骤的转轮圣王 其中一颗掉在佛陀的头上 所以天道也是他管的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供养佛陀以后 我所得到的福报 佛是这个世间圆满的福田嘛 所以如果能够供养尊敬大福田 那你行为反作用力福报很大 所以各位 爸爸妈妈是我们的福田哦 因为养我们生我们叫恩田 学校的老师进一步的 跟我们讲说佛法的法师 圆满的佛陀 更是我们伟大的福田叫敬田 我们供养福报也很大 还有一种福田叫什么 慈悲的福田 那些可怜的动物要被杀的 那些孤魂野鬼都会超度他 那些可怜的乞丐 你愿意亲自拿个饭菜钱 当作是自己人一样 不会看不起他的 布施给他 这也是大福田 生生世世做国王啊 所以第一章本运经说 下心含笑 自己也谦虚含着微笑 亲手布施给贫穷人 那这个人生生世世做大领导者 大福报者 倒过来讲 一个人 看不起别人 那你生生世世就没身份 没地位了 一个人贪心 不舍得不死 生生世世就贫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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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缘时间刚能替代了责难 缘时间情绪落过